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 一个土的吊渣的乡村刑警 他 一个刚刚毕业的锦院校花 哥老师 您老看这水缸干什么 田间地头 农家炕头 他们能查出个啥 老师 这全靠你了 乡村警察故事 撒奔您时间五一特别奉献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撒奔您时间五一特别节目 在接下来的三天小长假时间里 我们将用一种特别的节目形式 向我们身边的劳动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当然 我的故事肯定是从我最熟悉的这条战线说起 现在 我是在东北一个非常普通的基层派出所 而我要讲述的乡村警察的故事 就从这里开始 没什么东西 大家要看着呢 再看着呢 蹊在家里 这会是粘子 一会儿 你都不知道 这套 那一会儿 有什么 我 不能找到 这猪就是俺家的 什么猪 这猪就是你家的 你家的猪是白色的 我这拿着黑白的 明显这猪就是俺家老鼓鼠上你家猪 越下胆的时候有口味流下的 你别不笑你 大家评论你 你家的切猪崽子早晚一点 我跟我了 你家咋拖人家拖个纸崽子呢 你家你怎么没下胆 那猪崽子你家的 往下 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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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得好啊 咱不能人生过去啊 大叔 前面出啥事了 我们村那个留在华盛街 猪崽子丢了 我闹子嘛 跟他派人说 这葛神探查都来断了 把老折腾了 那我去帮他们再做好了 老刘 老刘 你说说 你这猪到底出哪儿去 你说我这猪上 上鸡脏买的 买啥买的 你也认识你偷 你这猪做啥你家 你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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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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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这个 挺 挺 老刘 你听吧 你 老刘 你家的猪是长白猪 没有黑白 你看看人家这猪 是黑白花的 应该和你家的猪不一样 说得好 对 就是我家的 我家好吧 但是 又咋的呢 你看这猪的耳朵下垂 这老蚊子上呢 它有横蚊 这卤猴六对 这就是长白猪的特征 又咋你家猪 你家这猪有作风问题 这是 他底下有作风问题 你有作风问题 我看你作风还不好的 验DNA 验一下DNA不就知道了 验什么DNA 姑娘 不你懂不懂 验DNA得多钱呢 再好几千块钱呢 你这么个猪崽子 只几百块钱 你不懂这些 不是不是 现在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这是我刘大花的面子问题 真有意思 那个姑娘你说得对 就做的那个叫什么 DNA 老哥这玩意干嘛做 我现在去去 哎呀小小小小小小小 做DNA 做DNA 我不管你做DNA 还是低地位 反正这个钱我是不能拿 行了 你心不心虚啊 没心虚啊 你就做这些女的 大伙儿看看啊 看上没有 王老六他做这些女的 看上没有 你还拿的 反正这个钱我不能拿 你拿不拿我得去做 做不做 这个就没去那之前呢 想让王老六看着 去那之后呢 是谁的还给谁 好吗 我以后呢 那我还咋砍着呀 哎 所长 干嘛呢 打电话也不接 我在查案子 手机放在兜里了 有案子 赶紧走 所长 所长 你是 我是刑警学院 刚毕业的晨晨 正要去所里 给您报道呢 小晨 我们接到通知了 欢迎欢迎啊 来 上车 是 所长 说啥事儿了 前妻啊 早上叫小云 多少人糟蹋了 是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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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吗 对 小云的奶奶 昨天窗门去了 就小云一个人在家 结果网上就 行警哥也正在出现场了 小小姐 您好 请我了 走了 小队 您好 请我了 您好 杨总 怎么样 由于现场脚印比较乱 没能提起到有效的脚印 那指纹呢 没能提到指纹 哎 烹水 来了 买东西啊 买点微信吃 你慢走啊 好 谢谢 我现在出事儿了 出事儿了 这狗脸了 老张太太家出事儿了 小云家呀 可不是咋的 买的那县里的警察都来了 是吧 那肯定是大事儿 我告诉你 还给我算 算啥这是 啥事儿 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看他车挺多的 不知道啥事儿啊 能不能他家太有钱了 我告诉你 不能 据我分析啊 小云 小云这孩子长得带劲很漂亮 带劲你江中了漂亮啊 好看啊 带劲你来了 谁来了 带劳啥啊 你俩啊 没 没劳啥啊 这是那个乡里的法制宣传单 你俩一份一份 你能看明明 都好好 都好好学习学习 好 法制呢 不几天村里 还要组织一个考试 你干嘛来考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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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啥 来来来来来来 找找找 我问你个事儿 你说小云家咋的 出啥事儿 对对啊 啥事儿啊 你别问这个事儿 跟你没有关系 你看邻居就问问问你 你记住啊 不传谣 不信谣 好不好 你骂 我们也不知道 撑老婆折的人 你说点怕啥 谁不知道村里边 都都知道你是撑老婆折啊 谁呀谁撑老婆折了 我啥就说老婆折了 你这一天也是 你说店店你不看 你说你处理种种的 我不想吃 你这一天也不想吃 你那些行不行 你这种名字 你那些行不行 你你就拿点判断 你这些行李 怎么拿走 你这一天 有点 就被你搞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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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陈啊 你刚来对这里的情况还不熟悉 先从内勤做起吧 内勤?所长 我可是行政专业毕业的 也通过了执法资格考试 而且受害者是女孩 您就让我跟着这案子吧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那这样吧 老葛 反正人手也不够 这个案子呢 你就带着小陈具体负责 小陈啊 老葛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 有什么不懂的你多问问 案子上的事呢 多跟老葛学去 是 好 校长 本来创建法治新冬村评比 我们村里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昨天晚上 我们村一户人家出了点事 入室相见 哎 校长 你说这个案子要是破不了的话 我们参加这次评比活动 还能不能打票呢 哦 哦 知道了 哎 哎 好了 哎呀 据小云她奶奶张翠芝说 她是今天早上从亲戚家回来的时候发现出事的 而小云说 作案时间应该是在当天晚上的凌晨两点左右 嫌疑人戴着口罩一身酒气 作案后从窗户到坐 哎呀 现在最麻烦的是 小云被强奸后觉得耻辱 洗了热水澡 现行刑大队什么都没提取到 葛老师 您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去小云的奶奶说呀 案发的当天晚上 她刚把水缸里的水印存满 一直没用过呀 可是案发之后 这水怎么少了这么些呢 而且周围呢 还全是水印 那水缸旁有水印不正常吗 有水印是正常的 可是有一圈水印就不正常了 我觉得现在应该集中精力放在走访调查上 你想啊 在那个时间 能那么精确地知道 只有小云一个人在家里 还顺利地撬开了门 我想这肯定是受人作案 而且很有可能 就是这个错的人 调查不是不对 可是咱们要为小云着想啊 你说她父女在城街打问 就她和她奶奶两个人 这不吗 又刚订完亲 这一旦传实去 你让你这姑娘怎么做人呢 这是农村 可比不让你们成的事 毛主任 咱们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 可不能传实去 一定统一口径 你说是不是 毛哥 你放心 除了这种事 我作为村主任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一定会保密的 再一个 你有空呢 你带小事下去走走 挨家挨户呢 正好呢 普法教育嘛 顺便了解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好 是 那个各校组长都到齐了是吧 呃今天呢 跟大家说一下 眼下发生的重要事 就是 扎人士参加呀 昨天晚上去窄了 所以我们村啊 留守妇女儿童比较多 今天提醒大家 一定要把安全意识 提高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 那多高是呀 有多高就提多高 呃 另外呢 呃 谁要是昨天晚上 在张二世参加附近 发现了可疑人 马上叫我回报 哎呀妈呀还开会呢 快点张二世让小云都跳河了 赶紧跟我去救人呢 快走啊快点 你怎么定天慌了是人的呀 你看你这老开的 你也不能怪孩子啊 对我天地也不能怪孩子吧 嗯 没心没心儿 没心儿 你可千万可别干傻事啊 啊 你想想你奶奶 你爸 还有你妈 还有很多人 哎呀 你说你要有个山长梁短呢 你说她不怎么染呢你说呀 这事都怪我呀 哈哈哈 我这么定情我男儿子的孩子的媳妇啊 我那天到出去干啥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不着啊啊 看不着啊啊 出去啥也看不着啊 你太有了 干嘛听不见他 哎你说这小云哈 钱包让人偷了 他也不至于跳河呀 也是 你说这孩子不是傻吗你说 一点想不开 你不至于跳河 我心 肯定是 人家偷钱的时候 说把人也一招给偷了 就能扯老婆水一天 扯老婆水的 主人都说你多回来 毛病不能改改呀你 张奶奶您放心 我们一定把这样子给破了 对对 你要相信警察 相信老葛 一定抓了个犊子 老葛呀 那全靠你了 放心 放心吧啊 你说现在这小偷啊 什么事都能干出事 给那些警察 什么事啊 现在这小偷啊 啥事都能干出 那你看看 就你说这话 我们挺有自知自明的 陆大花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咋的了 那猪就你偷的 谁偷的 谁偷的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我那猪来的就是我的 我上机场买的 你上机场买的 你上机场买的就是你偷的 别别别别别 谁偷的 何谐 何谐 什么老娘们 你干啥 何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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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我扫她 回我就扫她 回我扫她 什么啊 你这老娘们 别打给你别的 他扫着我 你扫着谁一天 我们了解了 回家 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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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啥事把猪的事 给我处理了吗 我现在有事 等忙完了人的事 再忙了你猪的事 你别跟他全乱了 那我那啥事 能忙什么事 能弄了 晚上跟鬼 抄抄抄抄的 不怕你笑话呢 这么有素质 来回家 下来 喂 老哥 老哥 等我一会儿 挺累的 你回去树上 回去喝点水是吧 不去 别害见 我还有事跟你说呢 都撞下来 那个 给你倒点水哥 不不不不 哎呀 你说我 当村主任这么些年 头一尸碰了这么闹心的事 老哥 你一定把这个案子给我破了吗 主任您放心 我们一定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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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呢 拿着个破碗子 滑了滑了啥呀 哎 老老 你多高了呢 我多高 你还不知道吧 我原来是一米七 现在超半了 一米六九了 来来来 来 来 来来你们胳膊抬 抬一下 抬一下 这 你这 你这干什么 你这抬一下 不你啥意思你 你不让我跟小云一个交代吗 跟小云一个交代你不能量我呀 哎 你们是不是怀疑我呀 不要讲 我可没干这事我告诉你 没说你干的 这 你看 你照这个尺寸 给我招口刚来 啊 啊 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样很小 我把到过来了啊 喂 老吴 刚可以抬来了 别担了呢 来来来来vavat 慢点慢点慢点 哎 好 哎呀我都说老吴 你要这样子干啥呀 魯 Luke 没事 你们要问俩啥事了 哦 没事 回家休息去吧 谢谢你啊 没事 老马呀 你去找个水管子 把他水给我接上 把水接上 啥意思 啥意思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好 去吧 阿姨 这种男子 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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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呀 你怎么看不干了 怎么看不干了 怎么看不干了 你不说 你怎么看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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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陈啊 往现场清理一下 村民们 各位村民麻烦大家回避一下 我们知道正办案呢 麻烦配合一下好吗 走吧 走吧 我知道 Slide zar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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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了 下什么笨蛋 这个老子 从小子就 Forum 把他去 把没眼儿再 赶紧过来 他广� lobster 赶紧的 下吧 这水凉不不凉 不凉 不凉你来 我来 行 我来 按着你破啊 得 还是我来我 陈儿 你做好记录 行不行 两个 凉什么俩下去吧 你看 水缸里的水和那天沾上水渣缸里剩的水是一样的 好像是一样 那又怎么呢 这不就是阿基米德定律吗 蒋一个人放进水缸里 溢出来水的体积应该就是这个人的体积 您是说小云家水缸里藏过人 没错 这个人我估计应该是一米七左右 哎 就跟老马这身高差不多 那天晚上 嫌疑人是窍门进的屋 最后从窗户逃走了 他也没必要藏水缸里啊 走 再去趟现场 哎 老哥 你这压力破完了 你这对我我就跟老马不好讲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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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老师你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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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您觉得这根头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大大人了 你看啊 这根头发 既不是张二婶的 也不是小云的 而且张二婶说 案发的当天 她刚把箱里的水缸上 根本就没有用过 所以根据我的试验 和对这根头发的推断 我认为当天晚上 还是有一个人藏在那水缸里 可是 我记得村里 也没哪个男的染黄头发 反正我认为 还是应该顺床这根线索查下去 顺床摸瓜吧 葛老师 即便这水是新的 可水缸也不是新的 您没有办法判断 这根头发丝就是案发当晚留在水缸里的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有效证据 那你说啥是证据 那您不能拿个头发丝去抓人吧 行 既然你说它不是证据 你给我找个证据来 好好好 就这样啊 怎么了这是 不都是为了工作吗 老葛 你先忙忙去 去吧 小川 小川 你坐吧 小川 我今天跟你说说 老葛的情况 老葛呢 是咱们所里 资历最老的民警 部队服援后呢 就来到这个所里当辅警 后来工作突出转正 辅警转正 那他上过专业院校吗 小陈啊 你别看老葛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老葛这个人 办法多脑子活 破了不少案件 我知道你是刑警学院毕业的高台生 但是你们课堂上学到的书本知识 跟实际工作还是有一段差距 我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中 能够多跟老葛学习 是 所长 我知道了 好 你忙去吧 老二媳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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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和这个女警官走得这么近 不怕你媳妇收拾你啊 不你瞎说啥呢 这是咱乡里边派出所 新调来的陈警官 我们是给村民宣传防盗知识的 大姨好 你们白天下地的时候 门窗都关好了吧 都快好了 对了 十二号那天 你们有没有见着什么可疑的人 没注意啊 没看见 没有 那你们晚上睡觉前 一定得再检查一下 门窗是不是关好了 没事 他老头进城大工去了 他巴不得他老头 进他家屋呢 你说啥呢 这是 你叫陈警官 别介意这浓村老家伙 就这样的 走吧 走 走 看看 你说这染发最近流行眼啥色呢 就咱们这种小村啊 也就是染个黄色呗 要不然给您来一个 你可拉倒吧 最近咱们村子有男的来展过头发吗 咱们村啊 我想想 刘昌 你要干哪去 你给我回来 把地给我散了 刘昌 头发挺酸啊 心染呢 是 咱也没几天 来 你过来 过来 先别扫了 我问你一下 十二号的后半夜你在哪儿呢 干啥呢 十二号晚上 就是前天后半夜 想起来了 在那个梁二民家喝酒来的 你记这么清楚吗 因为那天喝的特别多 有点喝断片了 喝断片了还记这么清楚 不信你们 你可以去问里二民 有啊 我俩那一直那天在喝酒 喝到几点 喝到天都快亮了 你到底几点 五六点钟吧 五点还是六点 我都喝多了不知道了 喝的白酒还是啤酒 喝的白酒 白酒喝了几瓶 两三瓶吧 两瓶还是三瓶 三瓶 喝了三瓶 就你们两个就像体格子 能喝那么多酒 别看刘超那个碎碎脚 他全是个酒蒙的 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了就我俩 如果真像您说的那样 黄头和刘超是藏在水缸里的人 那强奸小云呢应该不是刘超 对啊 因为小云并没说过 那个人身上是湿的 那他跑到小云家干什么去了 还藏水缸里了 而且我觉得一直奇怪的是 小云说协议人做案后 是从窗户逃走的 那他是没有时间穿鞋的 而且地上也没有鞋印 那如果他穿着鞋作案呢 被户上怎么着也能留下点鞋印吧 可偏偏什么也没有啊 难道这王八蛋是光着脚进来的 这些天 就你这句话上说到点上了 什么点啊 走 再去现场 张署直接到了 你先进去 那您呢 去吧 搞定虽然 葛老师 一 хотел 说明说 而是光着脚从窗户进来的 难怪 这炕上没有鞋印 窗台上也没有 那他能从窗户进来 难道那门是刘超撬开的 问您好 他们两个呀 根本就不是一路子人 那他是怎么把窗户打开的呢 张奶奶 小云那屋的窗户 平时开不开 这一冬天呢 也没开呀 也没到街去 那没一人开 都锁得好好的 那小云出事那天 或者前几天 家里有没有来过什么人 见没进过他屋里呀 没有 我说的张老婶啊 你再好好想想 我想起来 再出事点前几天啊 我求吴宝贵啊 来我家 休自来随管的嘞 吴宝贵 吴宝贵 哎 你俩大将到过了吗 也没有呢 那个明天再来吧 那行我走了啊 好好 好 小妹啊 呀 跟宝贵来了 忙了啊 咋的 我那个 向你了解点事 哦 我听说 前两天你帮他张老婶家 修水管子了 是啊 我自修了 咋了 那你给我们说一下具体经过 那天张大娘她家水管坏了 我去帮她维修 小吴啊 大娘 谢谢你啊 谢谢啊 我咋个翠里头啊 说你也对了 不行 可让你受累了 哎呀 没事 这点小吴不累 这啥事啊 我先去看看 小吴啊 您先修了 好好 你要是修好了 你就那个先回家 行行行 走着把门给我带上就行了啊 好你忙了大娘 那张翠志离开之后 你都干什么了 修水管子呀 我能干啥呀 那个 十二号的下半夜 你在干啥呢 哎呀 我想想啊 十二号 十二号 呀 十二号我上城里上货去了 然后跟几个朋友吧 喝了点酒 你说这喝酒也不能开吃一个呀 然后我又找个小旅馆 我就住了一宿 有人给你作证吗 有啊 我那几个朋友 都能跟我作证 我调查过五宝贵了 那天晚上 它是十一点入住的宾馆 根据监控录像显示 它是第二天早上七点才离开的 所以它并没有作案时间 其实当初吧 我也怀疑这个五宝贵 是不是它借着给张婶家修水管子这个机会 趁机把小云屋里的窗户也打开了呢 可谁成想 它也没有作案是几个人的 要不就是 它修完水管子 门没关好 然后又进去人了 要不您跟他打个电话问一下 那个宝贵啊 我是老葛啊 那什么 我问你个事啊 那天你给张婶家修那个水管子 玩事儿那门你挂好了吗 啊 啊 李二民 这时候法治新农村宣传活动 开展以来 村民参与的热情 那真是高潮迭起啊 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也都挺好的 主任 你不是这个工作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完成 好 那我接着给大家讲 法治最根本的就是民主 但是 那主任啊 咱们也不能光说 得干点死事儿啊 光说不略是假把事 接下来 我给大家过时工作 请大家监督知情 葛老师 这李二民到底是个什么人啊 吴宝贵修水管那天他在现场 案发当天晚上 和刘超喝酒的又是李二民 这李二民呢 就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光问子 你说他跟刘超在一起喝酒 这里边 这里边一定有事 可咱没证据啊 咱现在手头上只有根黄头发 对了 明天呢 村里的村民呢 全到村委会去开会 我让马主任呢 把他们俩带到节目室去 那您啥意思啊 来 先进来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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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跟你找来了 哥警官找有事啊 来了 今天找你俩过来啊 主要是想了解的情况 刘二民 吴宝贵说他给张泽之家 修水管去了 他说你能给他证明 是吗 对啊 今天我看见张泽之家 他后门没关 我看见有个眼影 我和一近小偷呢 发现是吴老外 老外 你咋呢 二民 不是老张泽家水管坏了吗 你啊 让我来给他修修 老张泽咋去了 老张泽有这儿刚出现 主任 太烫了 林大花浑浑浑又打起来了 他是不是命了 这又咋来了 你说 你俩在这儿等着 谁不许走 尤其是你路上 我有事要问你啊 你的问题很严重 谈完都做了 要不咱俩走啊 那不行 一会儿老哥回来咋整啊 是不是 咱俩是被他们发现了 没事 他们已经问过 十二号晚上在哪了 咱俩不说好了吗 就在我家喝酒吗 胆那么小啊你 关键 我一看见老哥那眼神 我心里就发毛 你还是赶快让我拿钱走人吧 我保证再也不会 都啥时候了 还想要钱呢 你昨天不是打赢好好的吗 葛老师 您说这招有用吗 万一李二迷他什么都不说呢 时间差不多了 走 没有钱 拿了钱 你个强烟万年还嘴硬了 你敢报警我就弄死你 出来吧 郭哥传负了 我可不怕你了 大不了我就报警 我怕啥 你报我 你报我 你替我做的假证 咱俩就是一根上的蚂蚱 你要是敢揭发我 你也完蛋了 马上从丘这两个人 去 杨总 杨总 咋样了 那刘超 交代了 他说 前几天 看见小云的奶奶 去银行取钱 案发当晚 他撬开房门 丢进屋里 正准了行窃 听见院子里有动静 他以为是 小云的家人回来了 又不受可偿 便躲进水缸里 后来他发现 那个人 竟然是从窗户进来 而且直奔小云的床 把小云给 他趁着那个工后 丢了出去 在院外躲了起来 再后来 他趁着月光 发现那个人 竟然是李二民 他就想啊 借这个事 去敲打李二民一笔 那李二民呢 还承认了吗 李二民翻供了 他说那天录音 是跟刘超闹着玩呢 这 这怎么还承认闹着玩呢 当时他们俩的对话 咱都给录了音了 你再说了 那小李可柜 这里藏着呢 咱们都听着了 那都是证据啊 他们说啥翻供的 咱们这案子 现在就三个证据 一段录音 一个头发三 一段刘超的证词 可现在证据也不足啊 证据列没有闭合 那李二民真的翻供的话 那录音恐怕 咱们这一段录音 咱们这一段录音 七早谈黑 连灯带爬 枯树严寒的英手 乡村警察官小责任大 河岸差点 想破案的脑袋官 一个乡村警察在盲杀 小事一件一件塞子 小鱼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小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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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是李二民干的吗 这个 我们现在手头上证据不足啊 还有啥证据 人你们不是已经抓到了吗 小云啊 我们办案是讲证据的 你再好好想想 那天晚上你反抗的时候 就没在她身上留点什么痕迹 那天 那天怎么 那天那个坏蛋逃跑的时候 把我枕边的内衣拿走了 这线索太重要了 所长 所长 怎么样 看着 刘哥 辛苦了 小陈姐 干得不错 初战告捷 表扬 咱家后边就进去了 老外 你咋的 老张太家水管坏了 让我来给她休息 老张太咋去的 老张太有事刚出现了 有没有搬手 我那等会儿没有 坏了 这咋的 我还得回去酒去你这 回去酒啊 回去 好 好 我趁着我老外 回去休息一会儿 看着 新晓宇 晓宇那屋 把那个窗户的插销打开来 我直到12号那天 老张太太出去窗门上了 走心进去了 后半夜呢 我就从那个窗户跳进去了 走 走 走 帮忙 葛警官 对了大案子又来刮脸了 今天不刮脸了 把这窗户给我两边给我燃燃 好嘞 没想到刘超这小子 是小偷 想起来还挺后怕的 那好不 以后再招人呢 你可得注意了 我怕 可不是呗 蹭 蹭脸上了 你赶紧找点水给我蹭蹭啊 这点水蹭不掉 这个刚弄上的用盐笔一蹭就掉了 哎 这烟灰 那时间长了也能蹭掉吗 干了就蹭不掉了 干了用冷汤劲一蹭就掉了 冷汤劲 对啊 哎 你这有冷汤劲吗 有啊 您看看就是这样的 啊 哎 葛警官 高警官 您头发还没弄完呢 等我玩 我马上回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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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啊 啊 啊 是我给你缓缓缓 还是你自己缓缓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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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都还会去放 慢点走 有空再过来玩 那行 没事过来 哎呀妈呀 这天还冷 您家有没有棉袄 还给我找一件 啊 好好 等出门我没戴衣服这一天 不是你白天挺好呢 完了慢着 好妈 明天我再给你送过来啊 啊 不是 你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怀疑我把刘大花打了 这个吴老花呀 你等我回去的 看我怎么收拾他 不是 你大半夜删用女人家干啥去 这光修热水器 那我还能干啥 你没洗个澡试试水温的你 我发现了比这个咸印更加直接的线索 今天早上 有人看到张经水身上沾着血迹 慌慌张张的回家 我这是代表主持怎么救你呢我这是 怎么救谁呀 我咋的呢 你奥特曼呢你 神探这是干什么呢 破案的 破啥案的生生叨叨 神探吧 神探吧 神叨的 系里媳妇用一下 你啥意思啊老哥 你这样是你我告诉你 我就上乡里告你 你放屁 我今天把我看见你了 你还不承认你 就是你 刘大花家的猪自己跑到了王老六家里下了猪杂 这个王老六的行为在法律上叫无因管理 说白了就是王老六做了件好事 替刘大花给打理了这事 所以王老六在这上面花的钱 这个刘大花应该给一些抵抗 但是事后王老六自己留下了一只小猪杂 这就不配了 但这个呢也不算偷 这个在法律上讲叫不当得利 就是你没有合法的理由 但是你获得了利益 所以王老六应该把这只小猪杂给刘大花退回去 而且因为这只小猪杂王老六花的钱 刘大花可以不用套 谁也没想到 刘大花要回了小猪杂之后 没几天在村子里就被人给打伤了 他伤得严重 谁会对刘大花下毒手呢 看来葛大壮和陈辰他们啊 又要开始忙活了 关于这个案子的情况 明天同一时间 今日说法特别节目乡村警察故事 咱们接着说